完美的身材,一个完美的脸蛋,还要有好的作品,才会有大量的粉丝们喜爱,其实,明星和普通人一样,也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,看来人们追求完美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。 陈鹤自从出演了《爱情公寓》后活起来了,参加跑男后的陈鹤,也是用他的食量和智商征服了观众朋友们,然而即使现在这么多的人喜欢他,他还是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,就是陈鹤身高有一米八多,却没有一双大长腿。 范冰冰可是娱乐圈里霸戏的一号人,范冰冰在娱乐圈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,然而,这样一个肤白貌美的他,却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,他称自己的肩膀有点胖,其实只是肩膀有点胖,有什么关系呢?并不耽误粉丝们爱他啊。 目前男神陆寒和关小彤的恋情,在娱乐圈闹得是沸沸扬扬,在某档节目中,被问及对自己有哪里不满意,陆寒称对自己的脸不太满意,觉得可能不够帅气,听过之后大家都惊呆了,这回答可真的是属于粉丝听了想打人系列啊。 迪丽热巴在娱乐圈属于一个新进入大家视野的小花旦,他一进入大家的视线,就被大家深深的爱上了,因为新疆人独特的风情,让他更加的可爱与妩媚,然而在粉丝眼中如此完美的热巴,却说自己鼻梁太高,拍照效果不好。 看了明星们对自己 看了明星们对自己鼻梁太高,拍照效果不好,拍照效果不好,拍照效果不好。